主料,低筋面粉300克,葱花100克,辅料,油,盐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面粉,加水,合成面团,放置饧半个小时,葱,洗净,切末,加点盐,油,搅拌均匀,按板上撒点盖面粉,将面团绑到上面,反复油至两面光滑的面团, 丢成小剂子,取一个小剂子,改成圆形,用到在上面画巴下,在中心放点拌好的小葱,先从最上面的左边折起来,搬到中间,搬下来,开始折中左,折中右,将下面的也全包上去,重新改成圆形,放到平底锅中,煎熟即可,切片装盘,烹饪技巧,折叠的过程一定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步骤, 这样做出来的葱油饼会有很多层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然后 然后 感谢观看